近期在军队的头头脑脑全面向胡锦涛表忠心的同时 军队和武警将领也在进行大洗牌 其中与薄熙来勾结企图发动政变的军徒们得到了全面清理 胡锦涛完全控制了局面 周永康等血带派在挣扎中已经失去活力 中国的政局变动似乎在向本台几个月前预报的方向发展 外界认为目前的军中大换血是在彻底清洗江系的同时 加强国防为十八大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中共十八大召开赛季 政法体系在最后一轮地方换解中进行了重大调整 随后军队政委也开始重新洗牌 7月11号武警天津市总队召开任职命令大会 任命王宪华为总队政委 同一天解放军驻港政委王增波调任成都军区副政委 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原政委岳石新调任驻港部队政委 新唐人4月曾独家报道 薄熙来策划过拉拢并收买兰州军区 企图空袭北京的消息 而在11号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和八一跳伞队巡演中 观看表演的兰州军区将领们全是新的面孔 官方媒体首次披露2012年夏季以来 空军和兰州军区将领调整结果 兰州军区空军政委房建国中将 新任空军副政委 房建国留下的兰州军区空军政委一职 由空军后勤部原政委刘建接任 新任兰州军区副政委苗华少将 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南京军区空军原政治部副主任季凤军少将 升任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 接替黄永寅少将 曾在山东任教的历史学教授刘英全认为 这次部队高层的大调整 不仅清洗了江泽民卖国的腐败势力 同时显示胡锦涛准备对东海和南海采取强硬措施 我们从干部调整的这些人员看 新江泽民的力量 新波熙来的力量 这一些腐败的将领 大部分都会遭到调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预计中央军委主席胡建涛 他的权力会进一步强化 另外有一些对外态度强硬的一些干部 得到了调整 就是像王东平 接到南海将队当政委 这也显示中共有可能在南海 来采取强硬的态度 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 也被扯进薄熙来阴谋政变的关系中 去年11月10号 正当胡锦涛去夏威夷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 成都军区在重庆 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 杨光烈作为国防部长出席这次军演 同时出席军演的 还有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民 政委田修忠 副政委刘长颖 参谋长艾虎生 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 以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省军区司令员 中共的军事演习按照惯例 只有军委主席才有出席的殊荣 这次不同寻常的军事演习 外界认为是薄熙来发动军事政变的预言 刘因权分析 薄熙来为了建立伯家王朝 不断让自己的儿子抛头露面 并且企图用武力来夺取政权 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 中国事务杂志主编武凡表示 最近军队头头脑脑一律向胡锦涛表示效忠 以及部队将领大换血 都是在彻底清洗薄熙来人马 与此同时 胡锦涛也在安排前线人马 乌凡说 只有这样胡锦涛才能安心地开十八大 他的整个组织部署 人员部署 完全是围绕着中心胡锦涛的标准 第二个 现在东海和南海局势有点紧张 那么也要把一些人员 把他自己信的过程 放到这个作战部队 另外海南军区也做了调整 刘欣取代刘鼎兴 成为海南省军区政委 免去杨永海的海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并任命谢建良为海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吴列冲为海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北海南海舰队也换上了军中的强引牌 原北海舰队副政委王登平转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兼南海舰队政委 原北海舰队空军兵政委白文奇升任海军北海舰队政委 原北海舰队政委